《顶照片平安》 到2023年1月5日 今天會和大家講到《考古新資》第27講 題目是《考古學家觸目的西羅雅池》 西羅雅池有何重要 連考古學家都觸目呢? 我們先看看報道 這個報道只是前幾天 耶路撒冷的以色列文物管理局宣布 耶路撒冷最著名的《考古學》為止之一 就是《聖經》中所說的西羅雅池 即將會進行全面挖掘 並向公眾開放 這次的項目是三個大團體一起合作 包括了大衛城基金會 還有以色列國家公園的管理局 還有以色列文物管理局 三個一起合作去做 那掘什麼呢? 掘就是大衛城南部的項目 大家如果有去過以色列的話 很多團友都很喜歡去走那個叫西西加水道 當西西加水道一走 走到最後的時候 你就會來到一個池子 這個池子就是所謂的西羅雅池 但現在你去到的西羅雅池 只是掘了其中的一小部分 其他部分呢? 其他部分就沒得掘了 為什麼呢? 因為那部分是屬於其他團體 是屬於私人擁有的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那個想掘又掘不到的情境 一直僵持了很久很久 現在就能夠打破了這個僵局 可以開始掘了 那掘些什麼呢? 所掘的就是掘由西羅雅池 一路往另外一邊 現在就所謂爛地一片 野樹重生 在那種樹都不知在哪裡 住在那種樹 總之那種地就是私人擁有 你沒得掘 但現在可能是因為很多種種的原因 一定要構成要掘到為止 於是這件事可能價錢、條件 各方面都合適的時候 現在就正正式式可以開始發掘了 所以這個經濟的消息 一傳開的時候 很多人都為之著弱 都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呢? 很快就會開始了 以色列文物管理局 他們挖掘就是要將西羅雅池 在一種官方認可的考古挖掘情況下 完全將西羅雅池重現 在第一個階段 遊客還可以看見到底挖掘的情況是怎樣 接下來可能有些時間封閉了 但是跟著很快就會向外能夠顯示 讓遊客都能夠完全看得到 到底挖掘出來的西羅雅池 它的真貌會是怎樣 那麼這個項目將會成為了大衛城 最南邊開始一直到西牆 即是哭牆那一條朝聖路的其中一部分 耶路撒冷市長當然很開心 因為他很了解 現在這個項目一定會帶來耶路撒冷 未來裡面的朝聖者的數目一定是劇憎 因為為什麼? 以前每年都有數百萬計的遊客 會來到這裡造訪耶路撒冷 未來裡面不用說了 當然是加倍更多的遊客 來能夠有機會參觀 對於基督徒來說 這個項目有什麼重要性呢? 西羅雅池建在2700年前 那時就是希西加的時代 來到新約的時候 約翰福音都有描述耶穌在那樹 所以就有治病的地方 很多年來一直都是歷史學家 和那些考古學家 很濃厚興趣的集中的一個話題 聖經裡面《列王幾下》20章20節就說 希西加其餘的事和他的勇力 他怎樣滑池呢? 這個滑池就是西羅雅池 滑溝這個就是希西加水道 然後引水入城 都寫在猶大的《列王記》上 所以聖經《舊約》有提到 而來到新約的時候 約翰福音九章六至七節 也描述耶穌基督在西羅雅池 特別医治當時核眼的一個人 這個故事記載在聖經當中就這樣說 耶穌書料者說 就將套末套在地上 用套末和泥抹在核子的眼睛 然後叫他去哪裡? 去西羅雅池 在樹上清洗 結果洗完之後就康復了 其實在歷史的裏面 這個水池 起了就是將這個基憤泉的泉水 能夠成為一個儲水池的作用 希西加並且下令 要開鎖水道引水入城 為什麼呢? 因為當時有一個亞術王 叫做西拿基立來攻打 如果那個基憤泉的泉水在外面 被人放毒也好 被人用水也好 那也是不好 於是就封了外面 引水入池 他這個工程 就很清楚在歷史裡面記載下來 七八年之後 來到第二聖殿的時期 當時就對水池進行了修緝和擴建 歷史學家就認為 西羅雅池的水域 被用來在這個大衛城 前往聖殿的朝聖者 一個儀式的浴場 什麼意思呢? 大家瞭解每年 都有成千上萬的猶太人 湧去耶路撒冷 在那裡首節 每一個首節的猶太人 都需要鮮鮮的自結 自結的地方 原來就是西羅雅池 我記得有一個考國學家 也都是我的朋友舒克朗 他在那裡找到一個 即是結證了的一個證書 好像一個黎恩聖 就被那些人帶著上去 我結證了 然後那個人就可以批准 進入神的聖所 所以這個情況 就是當時成為了 這個儀式浴場的一個情景 來到1880年的時候 在這個希西加水道裡 就發現到有用希伯來語 書寫而成的 就是當時希西加工程的一個名文 大致上就是 鑿這個希西加水道 就兩邊一起開工 一邊鑿,一邊鑿,一邊鑿 聽到他們有聲音 又繼續鑿,鑿一下又聽一下 結果鑿穿了 這個工程就完結了 由這個名文找到之後 開始引發很多考古學家 走來耶路撒冷做考古 特別來自英美的考古學家 當時他們就在西羅雅池附近 就找到通往西羅雅池的一些台階 即是通往而已,不是真正西羅雅池的台階 但是來到2004年的時候 當時就有一個工程在這一處開展 就是由一個以色列的自來水公司 所以就偶然地發現 發現什麼呢? 發現原來那裡有池子的其中一些台階 找到 剛才就是引往通往西羅雅池的台階 現在簡直是遲遲部分的台階 當我那次跟考古學家舒克朗在那裡 就傾談到有關這次的發掘 他真是微飛色舞 他說當時有些自來水公司在那裡掘 聽到聲音叫他掘下去的時候 結果怎樣?掘一下掘一下 真是掘到原來有這些台階 於是因此而言故這件事就發生了 所以當這件事出現了的時候 一步又一步使現時的法國工程必須要進行 在輝煌的歲月裡 特別來到耶穌基督的時代 西羅雅池的面積更加超過了 在2022年即是去年來到3月14日 我們就考古新資24港 就講到西羅雅池的悲鳴 原本就放在伊士坦布考古博物館 但是現在傾談了之後 他可以歸還給以色列 這件事就很重要了 再加上在我們2022年5月30日的時候 我們再一次報導 耶路撒冷近日的朝聖路 又再有發展的機會 來到去年12月18日 我們再報導到十大考古發現的時候 也都講到 希西加的名字的皇家銘文就被解譯了 這個翻譯就使得更加清楚了解到 希西加當時有文字記錄 他做了希西加水道 所有這一切都導致現在加速了這件事的進行 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西羅雅池 再加上朝聖的路繼續發展下去 這個會怎樣呢? 將會成為了耶路撒冷考古 一個很重要的焦點 也都是成為了很多弟兄姊妹要去耶路撒冷去參觀的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目的 去年11月26日 我們聖經探索博物館正式開幕 其中一個展館就是耶路撒冷的展覽 裡面有很多很多的聖經文物和耶路撒冷有關之外 還有很多的圖片有模型 也都有馬賽克 所以如果西羅雅池之旅的耶路撒冷考古 是會有最新發現的話 一定會在展館裡面再有新的資料添進去 2023年的聖地之旅的考察 已經可以在二維碼和連結裡面看到 不過可能還有更新版的資料添進去 無論如何 我們每一個的聖地之旅 都一定包括西羅雅池和希西加水道 這個請大家放心 未來裡面我們的確有很多個的聖地考察 不過很多都是被一間教會 一個團體、一個機構所包了 所以如果你說我要參加的話 你看看哪一個是有一些位你可以參加 可能要等一等 等到有關主要的大隊報名 有剩餘才可以都不頂 不過好像聖誕節那個是可以完全公開的 請大家留意 我們並且有埃及和伊朗團正在安排當中 請大家密切留意 請大家下載